Hello,我是Frank,欢迎你来到第13课,Lesson 13 这课的名字叫A New Dress 这三词没有不认识的了,New就表示新的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world 这就表示新的一天,新的世界 后面的Dress,这词表示裙子 而且注意它是连衣裙,是长裙 跟它意思接近的还有个词叫Skirt 那个是短裙 好,两个主人公,一个叫Louise 注意这不是Louise 它是Louise 重音在后半截上 好,第二个人叫Anna 这是Anna 前面的人翻译成中文 你可以叫Louise,也可以叫刘易思 提到这刘易思 我想起来很多年前那个段子 就是当时刘环给他女儿起名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知道刘环老师是谁 就是那个 你唱那个奥运歌曲 明星给自己归你起名 肯定不能起个特别俗的名字 于是他就着迷出来一个名字叫刘易思 取的是一丝不挂的意思 一丝不挂这个词 出自于佛教冷言经 原文是什么呢 一丝不挂,干目随身 就是比喻人没有牵挂,没有烦恼 这个寓意非常好 但是这个姓因为他姓刘 都一丝不挂了 但是还要刘易思 所以说当时就很多网友拿这事开涮 好了,今天咱们故事主人公之一 就是刘易思 Louise 这是两个小闺蜜 Louise先问了 What colors your new dress 好,先看一个生词叫color 这词表示颜色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词的英国的写法跟美国的写法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写法更短更简单了 COLOR 英国的写法多了一个字母U在中间 类似这样的词 英美写法不一样的 还有很多 作为我们这种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不用太去纠结 好,color这个词表示颜色 我们经常说的亮色 就是bright color 这个bright就表示非常明亮的 那跟它相对的 深色就是dark 之前说过了 形容一个人的皮肤很黑 不是black 而是dark 深色的 dark color 浅色的就是pale pale这个词超高了 我只是在这提一句 不需要大家记 这个词表示苍白的 或者白皙的 那么它跟color配在一块 表示浅色的 接下来暖色的 warm warm color 冷色的就是cold color 好,回到咱们课文里 咱们看这刘逸思 问安娜说你的心裙子 是什么颜色 他这话怎么问的呢 what colors 一个ps 上节课咱们刚学完 这ps 有所有格的形式 也有缩写的形式 它是什么呢 显然这是缩写 把这ps给它打了开 应该是什么呢 what color is your new dress 这个句型呢 就像一个小公式一样 除了它的裙子是什么颜色 我们还可以问其他很多东西 比如说安娜的帽子 是什么颜色的 你就可以说 what color is Anna's hat 然后海伦的狗 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s Helen's dog 这里面连续出现两个ps 你要知道哪一个是缩写 哪一个是所有格 好,再来练一句 你的衬衫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s your shirt 最后一句 它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it 好,那么现在 我再做一点变换 我这color我也不要了 我现在要问的是别的东西 我不问颜色了 我要问它的大小 尺寸大小 或者是时间 或者是一个房间的号码 所以现在这个句型 就变成了what 然后一个空格 is this 或者是is that 这空格里 咱们可以添color 也可以添size set就是它尺寸 然后可以添time 时间 同时你也可以添number 就是它的数字 它的号码 好了,先添一句吧 你的这个新车 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把这个color 可以添进去 what color is your new car 当我想询问 尺寸的时候 比如说 它的裙子 是什么尺寸的 我就可以说 what size 只要把size 尺寸放到what 的后面就可以了 is her dress 接下来问时间 现在几点了 what time is it now 最后一个 那个房子是几号 what number is that room 好,接着 这句话咱们还没说完 还有很多值得拓展的地方 但是你注意啊 Frank的拓展 不是瞎拓展 给你整一堆没用的 特别难的东西 Frank给你拓展的呢 都是跟这个词 特别相关 而且符合这个词 现有难度的 比如说现在 我要告诉你 就是color 这个词 后面加上一个小后缀 就是ful 这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就在很多名词后面呢 加上这三个字母 它就变成形容词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 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叫be careful 让别人小心注意 那么它就来自于 一个名词care care这个词 表示关心或者小心 好 现在我们看一看 color这个词 颜色加上一个ful之后 它就变成了形容词 变成了五颜六色的 多姿多彩的 这样一个感觉 比如你想说 你的生活真美好 真是每天多姿多彩的 Your life is very colorful everyday 这句话的中文 你还可以说成 你活得真潇洒 同样也是colorful 多姿多彩的 生活多种多样 好 接着再补充一个词 叫colorless 在一个名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less的小后缀 它又变成了形容词 它表示不怎么样的 或者没有怎么样的 比如说 还是刚才那个careful的例子 那么careless 就表示粗心的 不仔细的 因为care这个词本来表示 非常小心的 仔细的 那我加上一个less 这个小后缀 就等于把它给否定了 那么现在color表示有颜色的 那么colorless就表示没有颜色的 或者是非常无聊的 非常苍白的 你可以说 water is colorless 水是没有颜色的 无色无味 同时你也可以说 你的脸色不好 your face is colorless 好 接着安娜说了 我这连续群是什么颜色的呢 it's green 好 green这个词 先说发音 这是一个长音的e 所以说 你的嘴巴一定要裂开 e green 这个词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名词的时候 就是绿色 形容词的时候 就是绿色的 比如说 绿色的交通灯 绿灯 就是green light 像左边的小图 这是一个温室 什么叫温室 就是这里面的温度 拥有玻璃罩的 所以即使在冬天 外面很冷的时候 这里面也可以保证一个 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 这么一个温度 这种房子 这种house就叫温室 叫green house 同时我们生活当中 你还会看到一个叫green tea 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 茶分黑茶 白茶 红茶 绿茶 像我也是一个 茶文化的爱好者 我发现我这个爱好 确实是非常广泛 而且中西合璧 西方的文化也很喜欢 东方的文化也很喜欢 好 再往下看一个词 叫green belt belt这个词 是裤腰带的意思 还有带子的意思 绿色的带子 在马路上 绿色带的什么东西 就是绿化带 green belt 另外提到belt这个词 我们平常说的 一带一路 在新闻报道里 就是one belt one road 一个带 一个路 好 最后再给你补充一个 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用到用法 就是在green 名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s 把它变成复数 它就可以表示 绿色的蔬菜 比如说Tom 你把绿叶菜都给我吃了 很多小孩不爱吃菜 eat your grains 很多小孩不吃菜的原因 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要吃菜 因为他可能觉得 菜不好吃 但是当你成年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 我不会因为这东西 好吃或者不好吃 而去吃的 我吃的是 这里边的营养元素 有句话叫 you are what you eat 字面意思就是 你 就是你吃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构造 你的这些器官健不健康 取决于你吃的这些东西 每天都要保证 三大项的输入 首先蛋白质 来自于肉蛋奶 接着 维生素 就是水果跟蔬菜 还有碳水化合物 就是来自你的主食 米和面 为什么有人看着特别颓呢 或者有人都勾了了 都搂了都 因为他缺东西 长期 比如说长期不吃肉 或者长期不吃菜 那他肯定长得就不正常了 好 接下来 Anna说了 来 跟我到楼上来看看吧 看看我这连衣裙 Come upstairs and see it 这里面先说一个词 其实这词很简单了 Come 来是Come 去是Go 点头Yes 摇头No 这是我们小学学语音语的时候 老师教的口诀 来呢 过来就是Come 左边这个电影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你过来呀 Come这个词呢 在口语当中 使用的频率超级高 比如说我来了 我正在路上呢 I'm coming 回家就是Come Home 然后到某人的跟前 过来就是Come to somebody 另外过来开门 就是Come to the door 就是来到门这 那来门这干啥来 开门来了 好 还有一个 Come to the phone 来到电话的跟前 那就是来接电话来了 好 像这种句子呢 叫起始句 你看咱们这句子里是以Come 开头 也就是一个动词的原型来开头 这就是一个起始句 这里面你注意一点啊 很多人把起始句理解为祈求啊 它不光是祈求 它可以是命令 也可以是建议 也可以是叮嘱你做什么事情 总之呢 就是让你做一件事 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会说一句stand up 那就是站起来 其实他前面省略了一个叫you stand up 同样的坐下 sit down please 那么这种起始句呢 他通常就是把前面这个you给省略了 那除了用动词原型开头呢 也可以用名词或者副词或者一个动词短语作为开头 比如说hands up 举起手来 这个hands就是名词 再比如说hurry up或者是quickly 像这样的副词也可以放在开头作为起始句 好 接着再来看come home的这个词啊 叫upstairs 首先说它的发音 它的重音呢 在后边 upstairs 而且它的最后一个音是一个z 就是声带需要震动的 而不是s 这个词表示在楼上或者是往楼上这个方向去走 比如说走去楼上啊 咱们去楼上 go upstairs 住在楼上的人家 你可以说the family upstairs 好 接着回到咱们课问的这句话 come upstairs and see it 这个see跟it可以连读变成see it 凭空多了一个yeah的声音出来啊 这就是连读的现象 see it 这句话在翻译的时候呢 虽然有一个and 但是你不要翻译成和或者并且的意思 你直接就是到楼上来看看 这两个动作接一块 好了 现在两人来到楼上了啊 这个anna说了 look 就是看的意思 here it is 就是这儿呢 它在这儿呢 这就是我那裙子 这是我那个dress 然后Louis赶紧捧场啊 对吧 人把裙子掏出来了 that's a nice dress 这里面有一个词叫nice 这个词呢 我们经常跟老外打篮球的时候 经常说了 进了一个球之后 nice 特别棒 特别好 这样的感觉 这个词呢 有这么几层意思啊 我一层一层来跟你说 首先呢 它表示非常美好的 非常好看的 比如说今天天不错啊 今天天气真好 你可以说 it's a nice day today isn't it 后面这个isn't it 就是一个反译疑问句 就是啊 今天天好 不是吗 也就是说 把这个isn't it 把它给升上去 把调挑上去 就变成了反译的疑问句 好 除了表示天气不错 还可以表示这个东西不错 衣服不错呀 你的车不错 都可以是nice 比如说课文当中这句 that's a nice dress 好 接下来 nice的第二种用法 是形容这个人 非常的和蔼 非常的友好 he is very nice to his neighbors neighbors这个词 表示邻居 就是住在你家周围的人 他对他的邻居很nice 很友善 很友好 好 接着nice这个词的第三种用法 就是让人非常高兴的 非常愉快的 比如说 你能在这儿 真是太好了 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 it is so nice to have you here 包括当你想跟别人说 祝你玩得愉快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这时候你也可以说 have a nice day 好 我们接着来看 Louis还没夸完呢 这人真会说话 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又来了一句 it's very smart 好 一提到smart这个词呢 我第一时间想的 就是左边的一小车 奔驰有一款车叫smart 这车我觉得特别适合上下学接孩子用 好停车 还省油 然后现在又出了充电的版本 现在家家都有车 很快人们就会度过这种攀比 我的车大 我的车好 所以度过这层虚荣心 然后就会像日本一样 或者像欧洲一些国家一样 就买个小车 代步工具 平常的时候可以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说公交车或者地铁之类的 很方便 有的时候真的要比开车方便 你像现在我出行 基本上就是共享单车 包括我自己有个小电动车 所以说人的心态是在不断发展的 当有一天你觉得骑电动车在路上 比如说像豆韦 之前被人拍在坐地铁 然后骑电动车 当你觉得这事不丢人的时候 说明你的内心就真正强大了 你有足够的自信 不需要车来给你撑门面了 好 现在我们回看smart这个词 这个词 首先它第一层含义 可以表示非常漂亮的 非常巧妙的 非常时髦的 可以是一个帽子 也可以是一个衣服 也可以是一个小车 比如说Anna的帽子非常的别致 Anna's hat is smart 你穿那件连衣裙 看上去很时髦 这里边我告诉你个事 什么叫时髦 就是smart 奕逸过来的 好不好 就是它 smart就是时髦 You look smart in that new dress 好 接着来说smart的第二层含义 这个在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说哪个小孩 你太聪明了 你真奸 我们就会说他非常的smart 聪明伶俐 非常精明 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聪颖的学生 你就可以说 She is a smart student 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你就可以说 He is a smart businessman 好 接着这页上 我给了你一些词 先别害怕 这些词没有一个是需要你背的 我只是需要告诉你 这些词也是用来形容人的 比如说这个人很聪明 很漂亮 很可爱 很优雅 我们以后会学到这些词 今天先让你混个点熟 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wise 这个词表示非常智慧的 而且这种智慧 通常是来自于人生的阅历 接着clever clever跟smart意思差不多 但是clever还有一层 比较狡猾的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好 下面一个词 bright 也表示非常聪明的 同时它也表示非常明亮的 刚才说了 亮色 bright color 然后形容人人很可爱 可以用lovely 这个词一会儿咱们会讲到 还有什么词呢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还有一个词 漂亮 pretty 你真漂亮 好 最后再给一个稍微高级点的词 这叫elegant 这词表示非常优雅的 好 再强调一遍 上面这些不需要你背 只是咱们今天混个脸熟就行了 这些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夸人的词 好 接着咱们回答课文 Anna 接着又说话了 my hat's new too 这挺能显摆 显摆完这个dress 又显摆他帽子 我这帽子也是新的 这里面学一个词叫hat 这词表示帽子的意思 很简单了 可能很多人之前就已经会了 那么戴上帽子怎么说呢 put on one's hat 这里面的put就是放的意思 on就是上 放上 那就是往上带 后面这个once 我们以后在举例的时候 会看见很多这样once的结构 once就是某人 你可以把它列为某人 某人的ps 那接着脱下帽子 怎么说呢 take off one's hat take这个词表示拿走带走 拿 off表示两个东西本来粘在一块 给它整离开了 脱离了 所以take off就是摘下脱下的意思 好 说到了hat 很多人容易跟这个词搞混 就是hot 我们经常去吃那个必胜客 pizza hot 它不是pizza hat 很多人都没搞清楚这事 大家以为这是画的一个小红帽子 不是 这是一个小屋 这个hot 是小屋的意思 简陋的小屋 好 接下来回到课文了 Anna接着介绍 it's the same color 这是样样的颜色 都是绿底 same这个词表示相同的 same same 一样一样的 如果你想说 我们俩在一所学校念书 你就可以说 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这里面你注意一下 same这个词 它的前面 通常加一个定冠词 the 再来看一个例子 两个同年龄的孩子 男孩子 你可以说 two boys of the same age 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we live in the same city 好 关于same这个词 还有一些好玩的用法 也是非常实用 非常的口语化 比如说 be in the same boat 什么叫在同样一艘船上呢 就说明我俩的境况一样 处境一样 就相当于咱们中文里这句 我们俩是绑在一条身上的蚂蚱了 举个例子 期末考试 你跟你同桌都没考好 没及格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你同桌说 don't cry 别哭了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咱俩一样 现在 同时在口语当中 还有个非常好的用法 叫same here 用在哪呢 别人让你发表一下意见 你说我没什么意见 跟上一个人的是一样的意见 比如你们出去玩 有人问 我们今天中午是吃中餐 还是吃西餐 然后有一个人说了 我们吃西餐 然后问到你这儿 你就可以直接说一句 same here 就是我跟他一样 好 另外还有这种什么情况 比如说对方跟你说 goodbye good luck to you 祝你好运 同时你也可以回答 the same to you 就是你也一样 我也祝你好运 好 接着我们看 Anna的帽子 什么颜色的 it's green too 也是一顶绿色的帽子 当然绿色的帽子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之前 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 这绿色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颜色 能戴上绿帽子 那是了不地了 但是在咱们国家 戴上绿帽子 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好 接着来看这篇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Louis说了 That is a lovely hat 你看 这我为什么要把is 要读得这么重 因为它是个邪体 在课文当中 你看到斜着斜的字 就需要把它重读一下 它表示一个强调的意味 就是说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帽子 翠绿翠绿的 好 下面我们看看 That is a lovely 这个lovely是什么意思 love这个词我们都知道 表示爱的意思 I love you 那在爱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ly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 ly就是副词结尾 但是不是 有些词虽然是ly结尾 但是它是个形容词 比如说friendly friend是朋友的意思 那么friendly表示友好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包括这个词lovely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非常美丽的 非常可爱的 或者是这个音乐 非常动听 非常优美 你可以是lovely girl 或者是lovely hair lovely eyes 也可以是一个lovely baby 也可以是lovely voice 美丽的声音 悦耳的声音 还可以是一个优美的诗歌 或者是优美的伞 优美的故事 一个lovely story lovely song lovely poem 当你夸人的时候 你说你穿这个粉红色的衣服 真漂亮 你可以说you look lovely in pink 包括你夸一个人做饭做的香 你也可以说smell lovely 这个闻着真香 味道很好 尝起来很好 taste lovely 好上面这些词 不是本课文出现的词 都不用你记 咱们只需要先过一遍 先有个印象 好最后再来句话 见到你真好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lovely it is lovely to see you 好了课文的部分结束了 在今天课程的最后 我要再带你认识一些数字 其实学完了前面的20个数字 后面就简单了 因为30 40 50 都是基于345这几个个位数 我们看30就是30 40就是40 50 50 60 60 看到这你可能发现规律了 这不就是把13 14 15 16 把这个teen变成了t吗 没错就这么简单 所以往后的70 70 80 80 90 90 就可以以此类推了 然后到100 我们怎么说呢 叫100 这个词容易错在哪呢 很多人把后面加上一个儿化音 100 但是如果你的英语是跟Frank学的 你是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因为每一个容易出现儿化音错误的地方 我都会告诉你 所以说你在后面说的时候 一定会特别留意这个事 注意不要把它读成100 要读成100 好那么接下来101怎么读呢 就是在100的基础上加一个 and one a hundred and one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第13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听得开心 今天的课就先到这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新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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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